大家好,我是阿俊 今天教大家一个花菜的新吃法 首先我们准备一颗青梗花菜 青梗花菜吃起来比较爽脆 用刀把花菜根去掉不要 把比较大的花菜用刀改成小朵 改好后放入清水中 加入三勺食用盐 用手把花菜清洗干净 洗去上面残留的农药和虫卵 清洗干净后捞出放在一个带孔的盆中 花菜控干水分后放一边备用 下面准备一块两毛钱的五花肉 用刀把五花肉切成薄片 切薄一点炒着时更加容易熟 切好后放在碗中 准备洗净的小葱一把切成段 切好后放在碗中 再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几勺香辣烧烤蘸料 所有食材准备好之后 下面开始烹饪 起锅烧油 这个油温要烧到六成热左右 先下入一半花菜 一码用照理挡一下防止油溅到身上 花菜下入锅中炸15秒左右 现即不可炸的时间过长 否则花菜吃起来影响口感 15秒后把花菜捞出控油备用 花菜怎么过油都不会吸油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炸 油温再次升至六成热 倒入剩下的花菜 继续炸至15秒 15秒后倒出控干油备用 锅内加入少许底油 倒入切好的五花肉片 把五花肉里面的油脂炒出来 炒好后烹入少许生抽酱油 用勺子翻炒均匀炒出酱香味 然后下入炸好的花菜 倒入准备好的葱段和烧烤料 烧烤料里面有盐什么的 别的什么都不用加 开中火快速翻炒30秒 让这个烧烤料挥发出香味 家庭小灶则需要一分钟左右 炒好后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香辣爽脆的炒花菜就做好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我是阿俊 每天分享一道家常菜 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